上個禮拜有demo給各位看過 上個禮拜的東西基本上大概就是幾個 清除輸出 這個是丟公式 另外這個是丟結果 合格不合格 這個是ABCD 這個是丟結果 跟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公式 這個是算完的結果 丟到儲存格裡面 程式就是我剛剛秀的 另外還有顏色 ABCD 因為如果你都一個顏色的話 那這樣看不出 到底哪一個是A哪一個是B C跟D 所以如果我希望改 顏色 字的顏色改成藍的 底色改成黃的 C的話是加框間 因為這邊已經加框間所以看不出來 D的話就要出幾次 那把格式清掉 OK 不過這邊有個問題 這個清掉好像反而把這個清掉 這個只是一個演練 我主要是 但是將來如果說你要把不同資料 給它不同的格式的話 就至少會有四種可以變化 你拿來做參考也OK 那當然你最好是多多演練 因為像這種東西 不需要特別去背它 因為你多做幾遍就熟 另外的話 以後用到的話記得 雲端上也有 或者影片裡面有 反正再把它拿來演練一下 其他的話就是清除框線 加這個框線 有沒有 這個要怎麼做 最簡單的 其實這個兩個都各一行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加這邊一條 這一條線變雙線 這一條也變雙線 有沒有 這要怎麼做 再加兩行乘次 有沒有 這上禮拜的重點 所以如果你已經忘了差不多的話 你